俗燕云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 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 也是相关仪式 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 见证了文化多样性 和人类创造力 茶者 南方之家木野 数百种茶树分布在 秦岭淮河以南 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 江北 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 制茶师运用沙青 闷黄 卧堆 尾雕 作青 发酵 印制等核心技艺 将叶转变为茶 发展出绿茶 黄茶 黑茶 白茶 乌龙茶 红茶 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 两千多种茶品 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 茶文化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数千年前 中国人就开始采茶 制茶和饮茶 在云南井外山 当地民众栽培茶树 管理茶园 已有1800年的历史 公元八世纪后期 陆宇 茶经问世 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产述茶叶知识 及实践的专注 中国人爱茶 茶是绿色饮品 清新提神 永逸健康 中国人爱茶 在泡茶 品茶 论茶 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 体悟自然 感悟人生 中国人爱茶 茶体现了中华民族 谦和礼敬的价值观 今天 中国传统制茶记忆 及其相关习俗 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仪式和节庆活动中 为多民族实践 共享和珍视 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建 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